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全国首座公卫日托中心 苏澳站启用照顾地方长辈 头成老街变身 保揽头为一文峰 一大难测人本环境改善 明年二月完工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这一节的国语新闻 首先来关心到选举 国民党县长候选人林子妙阵营 在选举前一天将举办盛大造势游行 首先是傍晚五点从西北竞选总部出发 绕行宜兰市区 随后七点再回到罗东文化工厂进行最后扫接 要号召选民向总统蔡英文表达宜兰铁路高架化的诉求 也要继续办理同案节提振经济 林子妙阵营表示 蔡英文总统屡屡表示 只要不是民进党候选人当上县长 铁路高架可能无法成行 所以呼吁民进党不要用执政的傲慢来恐吓宜兰湘亲 该给宜兰的建设不要分党派 资庄县长这边非常坚定要来争取宜兰的铁路高架 但是在之前的这些日子以来 我们的民进党的蔡英文总统 非常多次到宜兰来补选的时候她都说 她说如果换人座换党座 这些重大建设可能就没有了 我希望蔡英文总统或者是民进党 不要再用这种执政的傲慢来恐吓我们宜兰的相亲 该给我们的重大建设不管是由谁来执政 都应该给宜兰相亲一个交代 所以我想要请问我们的蔡总统 我们的铁路高架的承诺 什么时候才可以兑现 请问我们的蔡总统 铁路高架建设的承诺 宜兰人还要再等多久 为了呼吁更多选民站出来 立品临之妙 所以11月23号将举办宜兰人要高架 办同万拼经济顾民生的大游行 铁路高架办同万拼经济顾民生 顾民生二号离之妙 二号离之妙 动算动算动算 明天就是我们的11月23号 我们有一个宜兰人要高架和同万拼经济顾民生 改变宜兰的一个大游行 县长候选人名字妙呢 坚定跟大家一起 跟各位相亲一起 要改变我们宜兰的未来 邀请各位跟我们一起参加这样的一个大游行 23号下午5点 在西北竞选总部集合游行宜兰市区 七年再回到罗东文化工厂大团结 进行最后扫街充施来拼胜选 宜兰新闻记者张丽玲采访报道 还有陈欧波竞选总部 今天是针对国民党提名的苏澳政选区 林姓县议员候选人涉嫌会选 遭到生压仪式召开记者会 批评国民党不会选就不会选 并也呼吁国民党和林子庙阵营 干净的选风不要光说不练 说一套做一套 陈欧波竞选总部今天召开记者会 一名国民党不会选就不会选 并且质疑会选资金的来源 怀疑背后有财团在支持 除了要求对手要说清楚讲明白之外 也希望检方加强查会 买票钱从哪里来 买票钱从哪里来 首额国民党为提名郝山林 林滕王先生涉嫌以千元百票 目前被法官裁定积压境界 2006年林寺庙他的家庄 林寺庙进选议员的需要 虽然是这样 免赏这个原本 串得340万块这个计划 去让 toget和公民uce 你持量的家庄 这一种事情其实到这次也搞得清楚 國民黨的買票,錢免費,我們知道每個候選人都看起來都不是相當的富有 也沒有所謂的家族企業,相關的企業在 那錢從哪裡來,錢免費一定是有相關錢的來源 所以我們要跟檢教人來報告,錢從哪裡來 除了茶會或候選人買票之外 我們希望候選的背後是不是有君主或者是政黨或者是財團等這一些來提供錢財 另外,針對國民黨陣營對外聲稱 說陳沃波又是當選縣長,將會取消老人年金 對此陳沃波也親自都要說明,表示只需乎有 完全是對手惡意重傷抹黑的伎倆 只需乎有,只需乎有,我們做任何事情不會那麼貿然 那一定會跟所有的團隊討論 目前我們不可能連想都沒有想的事情 他們就開始惡意重傷,又是一個抹黑的手段 藝人新聞記者賴福新採訪報導 針對民進黨的質疑,國民黨回應表示說 這位林姓憲議員候選人從來沒有行賄的行為 這是因為支持者感念過去的勤奮,而主動來幫忙拉票 他本人根本不知道這件事 反觀此時是否有黑手深入涉局還有操控選舉 因此黨部也希望司法檢警單位能夠公平的辦案,勿網勿縱 而這位涉嫌會選的蘇澳正林姓憲議員候選人 在11月上旬以每票1000元的代價向林姓證明一家人買票 昨天檢方搜索他的競選總部和住處,並也查扣選民名冊等證物 也具體林姓候選人道案說明,也在昨天申請羁押 今天上午經過宜蘭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禁件 來關心道長者的福利 在衛生局的規劃之下,創辦了全國第一家公衛體系的日照中心 而地點就在蘇澳衛生所 因為結合了專業的醫事、健康照護、復健賦能等服務 相對的提升了受護長輩的身心健康 縣長曾經特別準備流離議品送給衛生局長劉建廷 肯定局長在近90年來的任期用心付出 拼在12月初來退休 尤其還能在卸任前打造全國首座公衛體系的日照中心 所以地方社區更是準備活力十足的非洲古月來慶祝 Soci dziritty 並沒有可以追 Vide福利 秋馬黃劉立 towards ojos 其而社區公衛體系的女憎法 oyesh 正是住個人基本 學生庭所在院裡提出 Allthree 按張座帳 一按摩 達三個都bean膜 省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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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ほ事 事業也好 還是我們現在在做社區健康家園促進帳 老來保 這也是透過各種互相學習 互相照顧 這樣的方式 來讓我們的營花園 可以在日常生活裡面 可以來這裡消磨也好 可以更學習也好 學習本身就讓我們更健康 局長劉建廷表示 因為輸到衛生所的軟硬體設施完備 加上衛生局團隊完勝的策劃 而且也有副議長林祺山爭取無障礙的電梯設施 才能促成日照中心的成立 三樓可以作為日照 所以我們拼命地去申請這個計劃 本來這個計劃過程中也是蠻辛苦的 也是同仁大家去規劃好 今天終於要把它完成 而且要開始來服務這些我們的鄉親 那一路走來真的是 我們大家都是貢獻了很多的心力 然後也謝謝我們的副議長 一直從我到議會去的時候 他就一直在說提醒 就是說要照顧我們的縣民 那這個點是我們全國第一個 就是我們衛生所成立的日照中心 老人啊 婦女啊 都很多歲了 站在這邊不方便 我就一再的堅持啊 一定要有一個大型的電梯 啊 真好教授 去找到我們的這個劉局長啊 他剛才有這一些idea 和這個價位 啊 剛才想說我們現在的主持老年化 我們老年化的部分啊 現在已經達到百分之十六以上 所以現在我們必須要 未來一定朝向日照跟日拖 啊這個日照的部分啊 也能帶來給這個社會啊 一些年輕人啊 一些老會有人來照顧 啊 我們政府還推動這個方面的 啊 所以說以這個空間啊 突突適合到 書號日照中心啟用後 大約再過兩個月 也會在東山來成立 目標是一廂正式 一中心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 採訪報導 還有投城政公所 為了營造投城老街的文化景觀意向 自行編列預算啟動的 投城老街文化景觀再造計畫 第一期工程目前已經完成了70%以上 包含了3D藝術牆 詩詞牆 書法拖映亭等等 工程預計在今年12月上旬就可以全部完工 投城政公所為了營造投城老街的文化景觀意向 今年除了進行老街街國步道的縫合以及整理之外 公所也自行編列預算啟動了投城老街文化景觀再造計畫 分為兩期工程 第一期工程在今年的10月5號正式動工 經過一個多月的趕工施作 目前已經完成了70%的進度 預計在今年的12月上旬就可以全部完工 運營業後有四大門家 有我們開南第一邊的經驗展先生 有我們館長詩人 羅展翔先生 還有我們鄉野小書家李龍春 還有我們美術畫家楊潛中 這四位都是相當出名的文化人 所以我們這次老街的文化景觀再造計畫 我們就正式四位的名人 他們的一些作品 跟我們這次的教育裡面 第一期的工程 包括了3D藝術牆 詩詞牆 書法拓碑亭 鑽雕 陶板畫 懷舊街角 文學像 藝術廊加上藝像步道等等 讓頭城老街在今年大變身 不但變得有趣好玩 原本一直藏在書本裡的老街四大名家的作品 也將一一鮮活地要上檯面與大家見面 人家每個百分之七十 我們要有很多要不幻想 當然我們也有3D藝術牆 還有我們的鑽雕 以及巷弄的藝術像 還有工程的繫作頂頂 這就是我們這次所有的工程 當然我們的未來 我們的藝術廟廟的那一段 我們會繼續來申求我們代表會的支持 頭城老街旅遊新亮點 頭城老街文化景觀再造計畫 讓頭城老街呈現一番全新的氣象 完工之後勢必成為媒體 以及打卡一組的新亮點 讓遊客飽覽投為藝文風情 宜蘭新聞記者石世民採訪報導 也為了建構安全的通行空間 宜蘭施工所爭取了1600多萬元的經費 來執行宜蘭大學南側生活區 人本環境改善計畫 將周邊的空地規劃成人行道 綠帶以及廣場 預計在今年2月中完工 宜蘭大學南側的人行道 因為年久失修 破損嚴重 將將道路旁邊有部分私有地 被亂到廢棄物 有礙勢容觀瞻 為此 宜蘭施工所特別爭取 1600多萬的經費 執行宜蘭大學南側生活區 人本環境改善計畫 將學校的圍牆拆掉 規劃成人行道 綠帶以及廣場 提供學生以及民眾一個安全舒適的通行空間 宜蘭大學的圍牆 我們也協調它可以來拆除 等於更親民 更親近透視性的一個校園 空間跟廊道來做結合 這個通學廊道將近有一公里的長度 工程經費1700萬左右 這個主要是讓我們一個城市的一個人本路郎 跟通學郎道相互來結合 學生也可以利用這邊 來做安全的一個上下學通行空間 民眾也可以利用這邊來運動 我們希望這個可以讓我們宜蘭市 成為一個一室一居的一個環境 這個環境是屬於學生跟我們民眾 跟市民大家可以共同來共享共用的 甚至我們外地的遊客來到這邊 也會看到我們這麼優質的一個環境 可以讓學校跟路郎 跟我們的通行空間共同來結合 這是屬於我們要推動一個很好的方向 這項工程改善面積約有7026平方公尺 沿宜蘭大學南側校地延伸到宜中路和宜中路口 長度約有一公里多 預計明年二月中完工 宜蘭新聞記者賴福昕採訪報導 而宜蘭市的光復國小周邊有宜蘭酒廠 宜蘭設置紀念館等知名景點 有許多遊客都會到此觀光 所以停車的需求也增加 因此施工所是特別爭取大約150萬元的經費 增設光復國小校園停車場收費系統的 計劃工程總費用約150萬 施工所希望藉由科技化設備的引入 達到校園安全管理停車問題改善 以及空間活化利用等目的 可以用電子化管理系統的方式 就是說平方市場的時間也會開放 會收費 教職員的部分 他們的車 離空餘的停車位的時候 可以釋出給民眾來使用 這是我們要打拼的方向 所以今天第一位 你共和國小這裡 管政府就設定 總共150萬 要讓市工所 來跟學校做一個 這個合作的電子化停車場 系統管理 市長江中淵表示 這套系統特別採取車牌辨識停管系統 藉此分辨教職員和校外的車輛 方便掌握出入分子的身份 以保障校園安全 讓家長放心 所以我們檢顧到校外的管理 還可以讓UK停車空間 可以方便來使用 或是教職員有存的停車空間 釋放給民眾來使用 這個最好的管理系統 我們做一併的歸納在裡面 所以這個鞍如果也會生的時候 也可以學校這邊管理的部分 增加很大的便利 民眾要使用也比較方便 所以我們希望你 想贏的經營之下 讓觀光客人來到宜蘭 他們家裡要停車 也有一個很好的空間 市工所強調 公務國小校園停車場 收費系統一化 將會是示範點 未來開放遊客停放的 校園停車場 也將會比照辦理 宜蘭新聞記者 賴福新採訪報導 帶大家來喝好茶 2018年的宜蘭縣有機茶競賽 今年總共有9位茶農 12件茶品參賽 而比賽結果已經出爐 三星鄉茶農黃紫誠 獲得了有機茶網的殊榮 謝朝陽的功夫了得 也包辦了兩個金紫獎 鄉長黃錫勇特別斑匾 肯定他們的技術 三星鄉長黃錫勇 特別準備有機茶網 還有金紫獎的匾額 送給今年有機茶競賽的 第一名黃紫誠 還有包辦兩項金紫獎的謝朝陽 肯定他們對有機農業的付出 傳承製茶家業 重返早期三星茶葉的榮景 加冕他們的成就 這回顧我們三星的 貴賞的歷史 在四十多年前的時候 當時的時候 可以說貴賞 奉公一世 當時要六七十家 但是 最後就是 我們的老大龍 跟著附近沒有人來吃飯 所以很多火烤 氣了 所以這邊很欣慰 很發揮 就是 像說 草陽 和紫誠 他們真的是 是一個很典型來接繫 來傳承複業造地的技術 所以特別 今天他們立場 這麼大的公園素養 所以特別來給他們鼓勵 希望可以製造我們三星鄉 以前這種地囂的榮證 獲得有機茶王的黃子晨謙虛的表示 除了獲獎感到開心之外 也感謝其他有機茶農的協助跟交流 更是要向大眾證明宜蘭也有好茶 而獲得雙金之獎的謝朝陽更表示 他相信有機茶將會受到更多民眾的喜愛跟肯定 回來做茶 目前是第九年 回來就是秉持說幫父親做這份茶產業 但也希望說讓更多來宜蘭的人 喝更多宜蘭的好茶 但想說這次會得獎 我是覺得說也是靠大家的有機茶農一起付出 一起努力 像說這次我很榮幸說得到這獎 希望說再讓更多人知道說宜蘭有好茶 也不要讓別人說宜蘭還是洗宜蘭茶 希望我們鼓勵人來宜蘭茶 其實我們宜蘭茶做得好 做得順 其實宜蘭茶沒比不好茶得壞 而且是宜蘭茶更好 絕對有更好的發展 兩位獲獎的茶農為了回饋社會 也分別捐出價值10萬跟6萬元的茶葉來意賣 所得要捐給家福中心以及聯合全募基金會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 還記得他嗎 前法務部長陳定南逝世已經12年了 陳定南教育基金會日前在陳定南紀念園區 舉辦了雲泥有約音樂會 以及陳定南撰新書發表會 彰顯陳定南一生堅持聯能 功力正義遠見的為人精神 在每年11月第一個星期六 陳定南教育基金會紀念陳定南逝世都會舉辦紀念音樂會 而今年為陳定南逝世12週年 信任許多遠道而來的貴賓以及鄉親共襄盛舉 聆聽聲納合唱團等團體所帶來的優美歌聲 一同緬懷陳定南一生堅持聯能、功力正義 有魄力、遠見及頂征的做事及為人精神 著香檸之間 有魄力、抱歉、遠近 별情 阿蘋常有魄力、張照樂、懶惠、跳樂、燈世界 sequel 各位張月市長 我們關鍵堅持公立正義 跟對球管理的掌聲 這是我們台灣人最經費的核心佩談 也是我們的驚驚孫孫 最特別的學生的典範 在十二週年紀念日也發表了 在十二週年紀念日也發表了 陳定然的傳記《年能政治的實踐家》 是由宜蘭高中退休老師黃針天編寫 透過平時親切的筆觸 娓娓道來陳定然的一生 以及堅持的信念 用盡他的一生來書寫這時代 所欠缺的典範和價值 宜蘭新聞記者十四名採訪報導 在新聞之後接著也一起來看到 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氣預測 明天宜蘭地區是因短暫雨的天氣形態 降雨機率80% 氣溫預測在19-22度之間 接著看到一月氣象 以上這是今天的宜蘭新聞 我是黃竹漢 也感謝您的收看 祝大家平安順心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報告 報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